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这台手术刚刚结束 正好利用手术间接的时间 正好跟大家一起说一下 这台手术都是哪个特点 那么我们接下来还有三台类似的手术 所以我们来处理一下 我们刚刚做的第一台手术的话 实际上是包皮环节加上玻尿酸包皮下腺酸这样的手术 它的主要的用途是用于 第一解决包皮过肠的问题 第二解决感症和视觉異性软小的问题 那么手术的话它的适应征主要还是用于 像異性软小 異性软小的手术 那么我们正好在这个时间它比较空间 跟大家聊一聊 那么 波环节加上玻尿酸的话 除了用于女性的这种美的手术以外 其实还广泛用于男性的这种美的手术 很多男性也在打不了的 比如说他们在打鼻根的尖通 这个下巴 风箭下巴 还有人打太阳瘦 多提升多 那么除此以外 还可以用于 阴性包皮下的证明 那包皮下的主要的用途 就是使得阴性软小的更大 同时的话呢 因为过得很提升之后 能力是真的高的 所以它使得阴性软重了 这个时候的话会显得阴性软小 变得更长 第二解决的技术的话 在国外西方用了十多年的时间了 那么其实就是非常安心有效的 我们的邻国韩国的话呢 其实每年做这种 男性机密整形的男性啊 是非常多的 当然不是说每一个男性 做一种包皮轻轻啊 都是需要做包皮的 它只是一部分人 比如说是包定的人 比如说包皮过长 基本的包皮后 也难以下班的人 还有一部分包皮下来玩的人 那么这些的话呢 是需要做这种包皮的手术 那么除此以外 如果单纯的包皮不长 这个 只是外观上显得小的话呢 完全是可以 直接的做任务 回到这个天空 随作随作 30分钟就可以做完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案例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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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